大家好啊,欢迎回到小月的频道 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 2021的古装偶像剧好像都不太行 除了任嘉伦和白鹿主演的周生如故之外 彭小冉君九龄 赵露丝国子见来了个女弟子 在到先前的千古绝尘 玉龙,风起霓裳,玉楼春,黎歌行 每一部都没有积起水花 而所谓的古装偶像剧 就是以爱情相为主线的古装剧 不包含悬疑,武侠全谋,历史证据 宫斗等题材 以下是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10 锦衣之下,琉璃善榜,冠军剧全网激推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10 肖战,王一博,陈琴丽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们三个才是最亲的人 你说不能控制得住吗 你不是说没问题吗 这游戏邪道,终归会付出代价 由肖战,王一博主演的陈琴另一个位数的差距险胜山河令进入前十 陈琴丽完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 相信有许多影迷也是刷了无数遍 被剧中的一众人物明显的性情,弯曲的经历,还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所吸引 可这部剧越看越觉得充满悲惨剧颜色 无论是两位男主,或是其他中心角色 在整部剧中除了魏无羡口中的绵绵小姐 你很难再找到一个不悲情的人物 在陈琴令中,魏无羡真的是一个让人十分疼爱的人物 原本还是在师姐膝下撒娇的偏偏少年郎 转眼间一切都变了,他变成了人人都惧怕的怡灵老祖 可是魏无羡他做错了什么呢? 论武功,他能够和蓝战齐名 论样貌,生的是极好的 论性情,虽然很欢托 但正是这种性情才让他的身边围绕着许多的朋友 本来是十分仁慈的少年郎 为何却成为了人人惧怕的怡灵老祖呢? 网平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9 张震,妮妮陈希元 张震和妮妮主演的古装仙侠剧陈希元也被提名进榜了 张震和妮妮两位电影演员走下神坛拍古装偶像剧 所以大家都会拿放大镜解释 在开播前该剧的浮化岛就被疯狂吐槽 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撞山,撞题材 被认为不过就是三生三世的复制版 但追过剧之后就让大家改观了 这都要归功于两位主演 用演技撑起了整部剧 两人细腻又动人的表演 把古装偶像剧的爱情完全升华了 实在太催泪 而且陈希元在豆瓣上开出了8.3高分 创下近几年仙侠古装剧新高 并入选2020年国际爱美奖最佳电视连续剧提名 超强的啦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8 今天 任嘉伦大唐荣耀 2016年播出的《大唐荣耀》也榜上有名 这部古装剧让任嘉伦走进观众视线 将它捧为新一代古装男神 故事改编自苍鸣水的小说 《大唐后飞》传之珍珠传奇 角树无心才女陈珍珠在经历血海深仇 深宫争斗 安史之乱后与广平王礼处不离不弃 始终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 结合先婚后爱的设定 男女主角的暧昧感情线非常好课 《大唐荣耀》在豆瓣上获得7.0分 通常这类的古装偶像剧很难在豆瓣获得高分 但这部剧真的不错 剧情曲折 感情唯美 男女主角CP感强 几个古偶的重要元素都有到位 虐恋悲剧结局让剧迷看的心碎 到近日依然是经典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7 赵露丝 丁雨昕传闻中的陈千千 三公主 是怀疑我在酒中下毒 酒里有没有毒 你心里没点数啊 你告诉我 我现在死定了 你现在绝对死定了 2020年小爆款古装填宠剧传闻中的陈千千也被提名进榜了 没有流量主演 没有大制作 没有大IP 三无的小填剧却创造高话题 高热度 让许多人跌破眼镜 并成功捧红丁雨昕和赵露丝 还在豆瓣上开出7.5高分 故事杀雕又高堂 台词超级好笑 节奏很快 满满的堂分 剧情又有逻辑 追一集就会彻底沦陷 赵露丝饰演的陈千千超级可爱 鬼马精灵 脑回路清奇 每每冒出金剧让人捧腹大笑 这部剧绝对是快乐泉源 传闻中的陈千千是原创剧本 故事讲述七流编剧陈小千 意外穿越进自己写的剧本里 成为活不过三级的小配角陈千千 她为了活命开编剧剧本 逆转荒唐人生 与玄虎城少主韩硕 在不断过招中展开高堂爱情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6 陈兴旭 彭小冉东宫 黎晨音 我原谅你 我原谅我们所有的甜蜜 亏欠 是我 绝望 望穿之水 可以忘情 忘爱 忘忧 东宫也是近十年非常成功的古装偶像剧 根据《匪我思存》的同名小说改编 一开始大家对两位主演都不认识 所以也只当一般剧在看 没想到第一集就沦陷 场景 浮化到 演技全到位 小说还原度极高 真的让人意外 彭小冉和陈兴旭简直就像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一样 剧版东宫高度还原了原著中的场景和氛围 甚至超越原著 小说是以女主角为主线讲故事 没有描写到男主角的视角 而剧版强化了这部分 所以我们才看到那个为了复仇机关算尽 背叛女主但同时又有很多无奈的渣男的心理变化 故事是更好看的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套谱 杨子 盗伦湘蜜沉沉静如霜 2018年的爆款古装仙侠剧 香蜜沉沉静如双当然也榜上有名咯 该剧改编自电线的同名小说 讲述鲜花神之女锦丽与天地之子旭凤 三十轮回的恩怨赤蝉 播出是因为壮荡轻功去沿袭攻略 热度被拉走不少 不然会更爆 但累积的网络播放料依然破160亿 豆瓣评分高达7.7呢 香蜜沉沉静如双布纸 将邓伦和杨子推向一线人气明星 连男配罗云熙也一起捧红 成为炙手可热的古装男神 许多网友都觉得香蜜剧版超越原著小说 许多剧情的调整都让故事张力更强 而这点就大大体现在男配身上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4 任佳伦 谭颂韵 锦衣之下 来都来了 就跟我一起查 大人 我们真的要进去啊 自从春洗班出了事之后这里就荒废了 这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过 只是心里缩碎了 2020年任佳伦和谭颂韵主演的锦衣之下 平民度超级高 这是任佳伦第二部进榜的古装剧 锦衣之下改编自蓝色诗的同名小说 也多次被评为成功的小说改编剧 剧集的豆瓣评分胜过原著小说 这部剧多亏了两位主演 剧情其实没有太大亮点 主要是任佳伦和谭颂韵 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掩活了 锦衣之下故事讲述锦衣为路易奉命 调查扬州修和款失踪案 得到六扇门女捕快原金下协助 二人结为甜蜜冤家 却因为卷入重重阴谋中 两人携手救出幕后黑手 虽然锦衣之下整体的探案情节不强 但唐氏真的好客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3 诚意 圆冰言流离 2020年的小爆款 琉璃被提名禁榜第三名 是近十年最值得追的仙侠剧之一 豆瓣开出7.5高分 故事改编自食四郎小说 琉璃美人杀 原著粉对于剧版的改编很满意 诚意高度还原小说中男主角的形象 袁冰言虽然颜值 造型被吐槽 但演得很好 两人CP感炸裂 琉璃的剧情节奏舒适 恋爱小天才女主和纯情男主的设定超级甜 每一集都有撒糖的亮点 让剧迷忍不住一集一集追 情节铺成也很顺畅 一步步引出男女主角的时声时时纠葛 基本上看下来没有严重的bug 重点是超甜 真的好看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2 杨幂 赵又廷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是2017年的现象级爆款剧王 该剧更是将仙侠题材推向最高峰 网络播放量突破500亿大关 相当惊人 是目前所有剧中的网播量冠军 虽然援助小说深陷抄袭风波 但依然阻止不了大家追剧 本来赵又廷的古装半相被嫌弃 后来都被他的演技惊艳到 创造出整容式演技热搜词 一般仙侠类型的古装剧都是爱情像 所以都被视为古装偶像剧 而三 四年前是仙侠剧最鼎盛时期 杨幂 赵丽颖都接连出演多部仙侠剧 大火后人妻瞬间往上冲 而三生三世真的把杨幂带到巅峰 为他拓展更广的海外知名度 同时捧红迪丽热巴 高伟光一票新演员 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top1 任佳伦 白鹿周生如故 不娶妻妾 不留死死 一生 住手便会 等我的节目 从今以后 王军 只有节目 冠军的就是任佳伦和白鹿主演的周生如故 因为才刚播完热度未散 所以提名度超级高 而这是任佳伦进榜的第三部剧 他包办了近十年的古装偶像剧市场 而周生如故一上当就好评如潮 豆瓣评分高达7.4 作为热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来说 非常难得 谁受原著粉丝肯定 任佳伦和白鹿的角色塑造太赞了 比起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更形象化 周生如故改编自莫宝非宝的小说 一生一世美人谷 原主小说是前世今生的故事 剧版拆成古装片周生如故和现代片一生一世 而周生如故讲述太子妃十一与小男臣王周胜臣 两人爱而不得的试图虐恋 其实原著小说关于前世的祝末并不多 大多是回忆穿插 电视剧特别拉出来将故事完整化 虐恋爱情让剧迷追完都出不了戏呀 好了 以上就是网评近十年最值得追的 古装偶像剧Top10的全部内容了 这十部古装剧你都看过那几部呢 有没有符合你的心理预期呢 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